很多男生在小时候可能都幻想过,成为一名英勇无敌的将军,每次看电视剧的时候都会被那些将军们的勇猛和刚毅圈返。 话说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,确实诞生了许多精锐部队,比如旧有大秦的虎狼之师,英雄报国的岳家军,抗国名将七纪光带领的七家军,努尔哈赤整变后的满洲八旗,罗伊带领的燕鱼十八旗,如果真的可以梦回古代,那么你会选择回到哪个朝代,成为哪个朝代的将军了? 一,秦国虎狼之师春秋时期,秦国本是一个陕西小国,在边吹苟且偷生,可是由于秦朝所处位置比较偏僻,经常闹灾,老百姓生活潦倒,自秦木工以来,他意识到秦国如果一昧的暗居抑郁,那么等着秦国的,便会是国破家亡,因此,秦国开始历经突治,期望通过壮大军事力量,进一步攻城掠地, 抢占资源,正是因为秦军并不是替国家或者国军打仗,而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可以食可饱,穿可暖,所以秦军在打仗时都格外的拼命,因而也得到了虎狼之师的称号,秦军的战斗力归功于将领和国军的制军手段。 正归功于秦军所生长的环境,秦国人自小生长在艰阔之地,因而这列救了秦国子民建树的体魄,和顽强不屈的意志,所以在战场上,秦军都是勇往向前的,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只苦劳之师,秦国击败其余的六个国家,最终实现了中国民族的大一统。 二,严云十八旗最后一支部队是由罗尼率领的严云十八旗,这支部队虽然人少,但是个个都是精锐,却又一一当时之能,而且处于隋唐时期,这时候正是英雄辈出之时,所以选择的性价比也是相当高的。 三,看过七家军七家军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,他之所以叫做七家军和一位著名将军有关,那就是七气光,明朝时期,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要乱装备,七家军的装备定然是要远游于日本等国,看到电视剧里面,七家军用着大炮轰炸窝口流传,就感觉特别刺激,这样的部队,你们想不想去呢? 四,清军满洲八旗可能前面三大军队,大家都比较熟悉了,但是对于清军的八旗部队,就知之甚少了,八旗部队是努尔哈赤,通过对当时满族各个部落政边而成的,在部队里面,士兵军事之间等级分明,而且军队的纪律非常严格,也正是依靠这样一支部队,经过夺得了明朝的江山。 五,忠义岳家军说到金钟报国,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岳飞,毕竟一首满江红,唱出了多少爱国之士的报国之心和无力之感,可以说在北宋甚至是整个宋朝,岳家军的战斗力都是最强的,勇猛的金军见到了岳家军也是无可奈何,甚至评价岳家军比山还难以撼动, 岳家军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战斗力,主要原因是岳飞将军的治军言明,或许这就是岳飞的魅力所在吧,岳家军的士兵都愿意服从上级的安排,同时,江士们也都视同,仇敌可爱别无二心,不愧因为一些金钱,权力等发生内讧,只是让人遗憾的是, 这样一支英勇无畏的军队却举步为奸,在朝堂上,一些文臣,奸臣总是对岳家军颇有为辞,似乎一旦岳家军击败了金军,这些人的某些利益就会受到限制,综合而言,尽管岳家军内部很团结,可是外部环境父辈受敌,如果可以选择,小编是不会选择岳家军的,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之后,会做出一个怎样的事? 选择呢?